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首席合作伙伴 婚纱照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 约会先逛蘑菇街 穿衣搭配不纠结 本节目由蘑菇街APP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长安福特新福瑞斯特约赞助播出 健康的ABC给你贴心的守护 本节目由个人护理品牌ABC赞助播出 今期预测没烦恼 越用越准超贴心 本节目由两亿女生在用的美佑APP赞助播出 我是观察团的团长张绍刚 坐在我身边的丽莎姐姐呢 是强悍的观察团中的女性视角 然后让我们掌声欢迎三维巴巴 谢谢大家 第三周了 该暴露的问题 就显示出来了 也该显示出来了 是吧 因为不可能有一场恋爱永远都甜蜜下去 有什么问题 越早发现 越早处理 对于一次恋爱来说才是负责任的 没错 比如说吧 上个星期让我们甜蜜致死的 任嘉轩和小张的爱情 是是是是 很甜蜜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任嘉轩的内心的犹豫和徘徊 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自己解决 所以跨越不了两个坎 一个坎叫做对方是艺人而不是素人 另外一个坎是两个人之间 十一岁的年龄差距 这样的游移 对方清晰感受 所以对方在上个星期主动提出 不行我撤 但他忘了句老话 人生没有走不完的坎 但是人生没有跨不过的坎 勇敢去尝试一下 哈哈哈 哇 爸爸 大哥做好准备 是 这个星期我们首先要观察的 好 就是任嘉轩 来 好酷哦 露营 对啊 跟着我 有点漂亮 好帅 今天很快乐的很多个 每一个瞬间连在一起 我太满意 我太喜欢了 就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 很像 蛮像梦境的 像经过的第一天跟今天 你还会想走素人吗 我会 我会 还是我退出 都可以 都可以 不是素人 然后年纪 年纪真的差异太大了 这没办法嘛 我拿到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要回什么 我年纪没有办法改变 我的身份没有办法改变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 干嘛 我好不喜欢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 到底怎样 什么什么感觉 没有 我觉得好严肃 我不喜欢严肃的感觉 我也是 但是 你会来这个节目 有多少成分是因为 是我 所以你来这个节目 应该说如果今天换作是别人 就是我的对象是别人 我可能会退掉 我可能会退掉 因为 其实我有其他的工作 正在同时进行 可是为什么是我 你就不愿意来 不知道 就会有一种 不会让我觉得有距离 因为如果有距离的话 我也 不太想要 去 做一件让我觉得 是没有必要 或者是浪费时间的事 所以你觉得 如果来跟我约会 不会浪费时间 不会啊 不太想要 变成 你可能是有期待来这边 然后 遇到一个 你会觉得不太现实 事情跟人 不会 我不会这样想 就是 你说我本来 的确 但是那个期待是 期待 可以认识朋友 或者是 让自己 可以稍微在 现在的 这个明星身份里面 接近一点点 正常一般人的 正常一般人的 恋爱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 比较珍贵的 对啊 我 我好像会有一种 来 妨碍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 感觉 妨碍 他可能是真的是抱着一个期待的心嘛 然后也因为 结果我来了 却因为我的身份 我的年纪 会让他有一种 嗯 不是那么自在 没有办法像他所可能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却会有一点觉得 自责感 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 而来 那经纪公司的安排 结果他今天这样自己 真的讲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心里才觉得说 原来 他是真的把这件事情 当一回事 然后下一秒想着就是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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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嗯 让他好过一点 可不可以给他一点安慰 嗯 我该怎么做这样 我觉得老师终于知道我们很干的 谈了一些 终于下音乐了 谢谢 老师要唱歌了吗 可以吗 不打扰我吗 不会 有点浪漫 那你喜欢唱吗 还蛮喜欢 那你唱歌可以 我去问老师 好 我等你 我可以借我一下吉他吗 可以 哎呦 这么厉害 哇 那早开丢 丢这一步了啊 你会弹吉他 可是我吉他真的没有 我只学一点点 你乱写啊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大海 看过大海 千万下雨 看过黄昏追逐黎明 没看过你 我知道梅里会老去 我知道梅里会老去 神明之外还有神明 我知道风里有诗句 不知道你 我听过黄雅变成热闹 我听过荒漠变成热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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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听过尘埃迈埋城堡 听过天空拒绝飞鸟 没听过你 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 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 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 不明白你 她是真的用心的 原来珍惜的唱歌还不错呢 我的妈呀 很好听 我小一直在抖 很久没有谈很烂 你觉得很棒啊 感动感动 好像没有男生为我唱过 一首歌这样 蛮感动的 谢谢你 我也没有唱过歌 给你声 你看是唯一 唯一 唯一 就是在内描中有一个 这样子的 哇 疯狂自由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就 算了 管她的 嗯就是 不管那么多干吗 对啊 就是开心就好了 管她的爱下去 对呀不管这么多 对吧 很用心 而且她这首歌的歌词 你看那种 切笔切切切 代表她用心了 用心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有荣超这个戏混 最起码有一个态度啊 还不错 我觉得非常感人 而且我女儿在这个当下的感受 她最受不了这种感觉 就是你有真情的公式 这我女儿是可能受不了 恭喜你 我们还不晓得 我就继续看下去吧 继续看下去 你觉得经过我们 就是这两天的这样子相处 你还会想要再跟我见面吗 为什么不会 为什么 为什么 应该说我想不到为什么不要 你会不会是答案好 那如果我们下一次见面 要去做什么 其实我已经想好 不只是今天的行程 真的啊 那你想了几天的行程 我没有特别排哪一天 不过就是 我都会一直在翻网络上 有什么比较 大家比较推荐的地方 然后我也会去看 我有没有去过 然后人比较少的 像我的秘密基地什么的 我都会把它记在记事本 有计划 对 真的吗 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等到 那你这样行程加强 你觉得有几天的行程 三日天 我目前收集了 够 够排三天 三天 还有可以排三天的行程 这蛮感人的 所以我要笑一次 出来吗 你希望吗 你看这个时候 女孩子那个啰嗦劲 又出来了 矜持嘛 交配的态度 对不对 这算是爱情嘛 不好意思嘛 要吗 还要来跟我出来很放松的 是没错 看你 其实人家现在好想去 我觉得啊大哥 应该 好啊 哎呦 答案车 答应了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小孩子 除了他年轻小之外 真的蛮想 蛮真心的 好 那我再想 好好想 他蛮高兴的 答应他了他高兴的 很真心的 蛮真的 其实我的确 我的确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 我的确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 这个对象因为真的年纪太小 我说两次差不多了 我最后反悔的真正最大的 自己告诉自己 以及说服自己的理由 就是觉得 今天我就是想要把自己对自己的这些 限制或是栅栏 都一个一个打开 那我现在干嘛又把自己又围了起来 好 就决定 没关系 我们再 再见面一次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讲得好 这个很重要 就是自己要开门 讲得好 他刚刚讲 栅栏打开来 但不容易 因为他毕竟有很大的心理的 年龄的心理障碍 在你 是 那哏在前面是没办法破灭 我也很纠结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劝他 你说劝他是劝他往前走还是往 劝他放弃 如果作为闺蜜 我一定会劝他说不要 我作为人家圈的朋友 我肯定劝他要 这个我倒吓一跳 什么想法 我要了解一下老师 大哥我肯定劝他要 为什么呢 我觉得找到真爱不容易 我都承认 可是女人到这个年纪 会有很多不安全感的东西 在我心里会时不时地跳出来 太多的坎儿 在我们心里搬都搬不走 担忧 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一直伴随着他们以后的生活 没错 我的意见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其实要走下去 哟 会会 对啊 恋爱与婚姻 可能大哥考虑的是婚姻的问题 对我考虑的是婚姻 但是我又心旺他 在里面享受这个快乐的爱情的感觉 当恋爱的一个程度 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到了一定层次了 到了一定层次了 那就爱情价格高了 嗯 对不对 那婚姻 随到渠成了嘛 自然就很美满 我还是这样看待的 所以我支持他们走下去 其实人爸 他那想法也是这样的 哈哈 他早就说了先恋爱 对对对 享受恋爱 咱们就说 他再飞 最后也得落地吗 对对 如果是以落地为目的 三哥你什么意见 落地 我我以为先飞魂再说吧 先飞魂再说吧 哈哈哈 再考虑落地这个事情 啊 先享受当下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这么 当下第二次第三次见面 就是决定最后 我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太充满了 很难决定啊 也是 而且我很期待 是 我觉得这个小孩是 太用心了 对对 所以下一个阶段的约会 我觉得又会 更好 更好看 一杉你 你继续做好 那个脸又通红的 那个准备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三天的约会 记住 这个 啊我要去咖啡厅 好谢谢 一周后的台北 听说你昨天刚从新加坡回来 对啊 快闪 隔天就坐飞机又回来 那这两天应该挺忙的吧 就是有没有花时间去想一下 严股约会计划 就蛮备忙 该做的还是要做 今天就是带他去 他喜欢做的 像手艺啊或者是 火锅也是他喜欢吃的所以 那这些喜好你从哪里知道的 我去打厅的 是有谁打厅的 诶他身边的好姐妹 那他身边的好姐妹 诶啦好姐妹 我以为一开始可以不用靠他 但好像还是需要了解一些东西 我会比较好去安排 就是不知道今天 以他为主的行程会不会 他会喜欢 我怎么这么会说话 是吗 以他为主的行程 咖啡馆 咖啡馆 订了个咖啡馆 那就坐这吧 我先打给 我那天 去完北海岸那一天 去完北海岸那一天 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我就说 就是 我说工作可以这样 我说今天工作很开心 我说今天工作很开心 我说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这样 然后他就回说 这不是工作 是不是我会聊妹 我会聊妹 聊妹 了解 大家都在了解 哈哈哈哈 然后但那时候我看 我就说哈哈哈哈这样 这样吗 对对对 我现在要做一杯给S 先学先麦看看 他跟我都喜欢狗 所以从来拉花花 就拉一次狗狗好了 你看第一次他们不是迟到吗 你看这第三次小孩提前很长时间 提前到 专门在咖啡馆给他做 对对 好 完成 我做好了 下雨了 下雨了 镇定 好 镇定 躲起来了 嗨 你好 对 这边坐 这边 好 坐 坐哪 这儿 这儿 好 请问一下 男警 请问一下 我对面是有人来了吗 还没 对面是 地上的东西是 就是 就是 地上的东西 地上的东西 嗯 不知道是谁的 哦 应该是 谁忘记的 大牛很鲸 很鲸鲸 好 没发现啊 好 这合理吗 好 每次都我先到 不合理了 欸 可是好拍照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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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嗯 好 好 来 帮你上一杯咖啡 这是什么 这是小弟拉的狗 这是小弟拉的狗 挺像狗的 女孩子会吃这一套 对 绝对会吃这一套的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看完这回家有落差 这怎么办 这不行 但这是你自己做的咖啡 对 这是拿铁吗 是 好 我没有想到他会端一杯咖啡 然后上面有他拉的花 给我 他说是 够了 但是 反正我们两个的绘画程度 就是差不多半斤八两 所以 我是很珍惜他那只狗 哈哈哈哈 没看出来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是你拉的狗 其实我拉的狗这听起来 这四个字听起来蛮好笑的 我拉花 狗的样子 我拉花对 脸就是拉的狗 哈哈 那我喝咯 喝 好喝 好喝 很好喝 老板说我很有天分 我可以 以后有空可以来帮他们拉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有一件事情要先说 好 就是我那天不是有说我排了三天的行程 对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有办法出来三次的话 你说还有三天 就是今天是第一天 然后还有两天的对 对 然后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三天都有胜利出去的话 嗯 我想说 我不会问你 就是 像前面两次那些 嗯 什么什么决定啊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我希望就是如果有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开心的玩就好 嗯 这个好 这个我喜欢 好 但 就是看这三天 第三天的时候你 看你觉得怎么样 你得跟我说 你的想法 可以吗 好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 你这么有自信啊 你觉得我会跟你约三天 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觉得 你怎么那么可爱 想跟我约三天 你看人家宣现在的这种 高兴的劲儿 啊 这种状态 这种迷失自我 哈哈哈哈 不过他其实也很久没有谈恋爱 嗯所以我觉得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我很高兴 我也很期待看他这么享受 这种恋爱的感觉 嗯很好的 最起码是个快乐时光 哎 但是大哥就是现在张轩锐 明确的来设这个相处三天的规则 对 对 不谈素人问题 不谈年龄问题 不给答案 是 您觉得他的这个策略怎么样 很厉害 就一开始还真的是很设防 设防心很重 对很 他很怀疑他很重很重 很重很重 现在他慢慢的 自放心怀就是能够说 哎 他蛮享受这个 有近乎恋爱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我讲的倒吃甘蔗 越来越甜蜜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小孩很棒 很理智 很理智 很有想法很有想法 跟他的外形看起来不太像 还是垂直稳重的 哎蛮稳重 哎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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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青酱的这个好香哦 对啊 所以这间 还有只是说 是你找的吗 嗯 这间 这间我很常来 真的哦 我有空都会来 这你会被认出来吧 还好啊 没那么红啦 有啦有啦 我今天排的 主要是你喜欢的 因为我有 跟Ella姐 啊 你问他 先做功课 你问他你要怎么排啊 不是我说 我问他说你有什么喜欢的 嗜好跟兴趣 去找闺蜜去找对方的闺蜜 去打听喜好 更好来聊天 这他用心的主要是 对 哈哈哈 他就说我跟你讲 他就喜欢吃滷肉换 还有喜欢做手艺 哈哈哈 爱打麻将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我都有记下来 那那那这几天反正都下雨 那我们就约 你帮我约 你帮我约 合理吗 那就打三天麻将好了 哈哈哈哈 哎呀你这砸得真好 打三天麻将就服了吗 活了吗 那就更好吗 对不对 等一下吃完就可以去了 你那边有约约几点吗 随便 无论 好 走吧 我帮你 我帮你绑一个腰身 哈哈哈哈 你有想法吗 没有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老师我这个同学 他道得操手不太好 我要这样 没关系 我突然有事 我先走 好 然后你们要一起握住这个 我们没有办法一起握 对啊 这个太不够了 比如说一个人的手势在里面 一个人的手势在里面 这样 这样 这三天会甜到不行 其实这个男孩挺棒的 就是他给两个人 都设了一个底线 努力的期限 对 接下来一步一步这三天安排的 肯定都是递进 递进关系 渐进式的 我觉得他恋爱的那个节奏 把握的挺好的 对 我们怎么后悔 当时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我问一下 三哥你当时追小富的妈妈 用过的最浪漫的攻势 最浪漫的时 就是我问他 我说你嫁给我好不好 他说 哦 好的 哈哈哈 特别浪漫的事 就每天去接他下班吧 那个当时啊 当年最浪漫的事 就是这个事 嗯 就骑着自行车 去接他上一下班 嗯 我是太浪漫了 我还记得这个情景 那个咖啡厅 我找到了喝咖啡 然后正好窗外吓着你 我的窗外的大雨滴 是你 是我的 小雨滴是你 窗户上的 大雨滴 小雨滴 融合在一起时 催调 催恋出我俩爱情的 无限永恒 然后我就亲他了 哇 哇 这个 然后我就亲他了 哇 浪漫啊 真的 我想真的 那会儿你们是认识了多久 还有一段时间 因为他是我大学头班同学 哦 我十八岁认识 有几属 几属了解 先后了解 那可以去 那可以去 哈哈 哈哈 好 大家也知道 上次这个小陈 因为有三天的时间限制 所以逼着要答案了 对 而这个逼着要答案 这个事也让容轩 有点伤感 没错 所以接下来第三次相处 可能是关键相处 没错 来 真的 我觉得你今天晚上 应该会喜欢 我觉得 有猜到是 吃什么 吃什么不重要 因为 跟谁一起吃比较重要 有 我可以给你发那个 我要给你发那个 伤感好了 这是换症状的他 这是换症状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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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在门口等的人应该不是他本人吧 他应该不会在门口 两个人 天哪 天哪 哎呀 天哪 一夜不要淋到雨了 這邊嗎 對 在這裡 好 有興趣 謝謝 你好 訂了兩位姓程的發電班 現在好像真的是做這一間 但是沒有 他們不是這樣打橫放 然後是一個橫桌 為什麼我印象深刻 是因為那時候如果不關門 外面就看得到裡面 所以我對這一間包廂 印象比較深刻 上一次幾個人 就我家人 四個人 你姊姊那個時候已經出道了對不對 對 對 我忍不住在看你的領帶 謝謝你陪我過來這邊 吃牛排 為什麼 那如果我沒答應你呢 我就自己過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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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起來好好吃 你的看起來也好好吃喔 我其實蠻好奇你以前喜歡的對象都長什麼樣子 那為什麼都要問這種死亡題啊 很在乎 又來了啊 那很在乎 我覺得你還是在乎這個 The Girl Next Door 有聽過這個講法嗎 林家女孩 對 你有那個感覺 其實 我以前就是被封為林家女孩的人 沒有自己講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他喜歡的女人類型是什麼 所以當今天他講出這個 林家女孩的這個字眼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所以我真的是你 欣賞的類型嗎 就是一切都變得 突然變得好認真 我其實很好奇耶 你覺得 就是異定戀這件事情 在你心中是什麼樣的感覺 一定呢 我覺得一定呢 OK 我真的沒有覺得有特別問題 而且 我是特別遠 可能說真的 好像我昨天就下班 我都跑過來才 兩個三個小時 我覺得 我現在這個年紀 遇到某些人 如果真的跟他 聊得來 我不想因為 某些原因 就可能說錯過了 對 我覺得我 從上一次到現在 我跟你沒有 缺話題 沒有缺話題 這點倒是真的 對 說實話 香港跟台北真的不遠 我覺得這不會是太大的問題了 而且現在通訊媒體這麼發達 對 對 他們是異地戀以後 如果成了 太好了 距離很近 幾十分鐘而已 異地戀能接受嗎 我可以接受 異國戀我就會考慮 但是異地戀也意味著 你的這個二寶貝 他就會離開你熟悉的城市 還好啦 如果他 真的在愛情室找到的快樂 他快樂 我做爸爸一定快樂 一樣道理 我其實有一點點 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你願意做飯給我吃嗎 你願意做飯給我吃嗎 會啊 為什麼不會 在哪裡做 我不知道 這個可以 在哪裡什麼 這可以再想辦法 隨便找個廚房也OK 所以你覺得 一個會煮飯的男生 會有特別是加分 對我而言很加分 因為我不會做飯 因為我一直很 嚮往就是 有人做飯給我吃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 美好 很幸福的事情 來 還好有酒 來 對 你覺得要好喝嗎 好喝 你要不要試一下我的 你要不要試一下我的 可以嗎 我只要你試一下 這個是有相當的好感 才會 才可能做這個動作 才會願意去試 女生 也好喝 這兩次都很好喝 你要試試看看嗎 你會介意嗎 我介意你喝這邊 對 他們姐兒倆都能喝是吧 能喝 對 對 謝謝你帶我來吃 這麼好吃的餐點 下一次預約定名 40歲 好 好 我觉得就是今天种种的过程中 把我们的那个尴尬的距离 强迫式地打破 就会觉得好像 越来越像朋友 而不是陌生人刚认识的朋友这样 也变得越来越熟悉彼此 我觉得这个男性的优势比较强 他很真诚地跟我女儿相处 那重点是我女儿感觉到 她很享受在一起约会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恋爱的过程 感觉他们的越来越勇强 这种亲密度就越来越高了 没错 是吧 这个我觉得有戏 两个人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有希望发展成恋爱的关系 我也这么认为 最后一次 你会害怕吗 好像我刚刚那个感觉是说 会不会下一次是最后一次 你会有这个恐惧 你给我的感觉就可能说 我已经觉得这个乐会不会再继续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就已经更是要结束了吗 这已经第二次了 再一次就最后一次了 他一直强调说下次就要分开 其实这对我来说好有压力啊 不知道为什么 对方一直觉得我就是要拒绝他了 就是不要再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是分开 我就想说对啊 没有人说一定要分开啊 像荣轩这样的 有的时候会犹豫的女生 反反复复的给他倒计时 也许是一个促进他抓紧思考的方法 对 哦有道理哦 有道理 好 咱们还可以接着看 男生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强调的第三次 第三次他们要干嘛 对 来 要慢慢走 有刺宝的吧 蛤 有刺狗 好沉哦 那个是美丽华的摩天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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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心情都是超紧这样 因为 有两个礼拜没有见到他 然后就觉得好像 感觉有点陌生 我觉得我怕待会 可能话题方面 我怕会 不知道要聊什么 然后我想起 今天晚上要煮 要给他煮饭 我 就是紧张 你知道 对啊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开心吧 但是也是紧张比较多 所以要多颗水 我会 跟自己讲说 就是 不要想太多 但是 也会 同一时间就会 怕 给拒绝 所以是 有点 不安的感觉吧 因为毕竟没有很大的把握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答案 现在没有答案 很纠结喔 逛超市 买东西 给今天晚上这个女的煮东西 这个女的 我其实没有问过 但是你 你有东西不吃吗 我都吃 我不吃的你吃 哈哈哈哈 你安排那个厨房那边有黄油吗 不知道 我们自己准备呗 我加油 我们现在不是去你家煮啊 不是 我先找那个 我要买的那个起司 他要特别的 什么起司 什么起司 叫做 蛤 Ricotta Ricotta 哪里啊 Ricotta 不知道 对不起 我一直在找 你比较慢 没关系 你找的 因为你讲了我也听不懂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帮你找 没关系 我们往前走 走开 走开 我要哭了 我要哭了 你已经看完了吗 没有我还在还在还有很多东西要买 那边有酒吗我要酒 那这个是骗人了吧 哪有意大利面 我要哭了 我要哭了 蛤 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Carsley 跟Chives 没关系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Rosemary可以 买菜的开始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塔 然后那个它就是非常的紧绷 变得很严肃 你放轻松一点 你现在看起来好紧绷 我太紧张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在你旁边我就很紧张 那还是我现在在旁边喝个咖啡 然后你把东西买一买的 因为就像我看了你这些食材 我也还是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这边有 有 里咖啡吗 里咖啡 里咖啡 我崩溃 那你可以买到里咖啡 你要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吗 走 这顿饭 还在乎那个起司的牌子 这有点太费力 太挑了 太挑剔了 所以你这边要里咖啡吗 对 卖完了 可是最快要到礼拜四 礼拜五 怎么那么不巧 对 Mascarpone有吗 Mascarpone在这里 Mascarpone可以取代 里咖啡吗 可以替代的 谢谢 谢谢 因为我觉得要给他煮饭 然后我觉得想要煮到我自己拿手的菜 然后我觉得特意去买那个东西 那个料 要不然就会煮到那个味道出来 所以就会有这个坚持 我试图想要让他就是稍微放松 可是我觉得他并没有 我那时候其实我也很慌张 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帮助他 对不起 我就 因为没有在这边煮过东西 怎么啦 放轻松 不要那么紧张 没事的 那可以了 谢谢你东西 谢谢 太要求完美了 好的 没事的 放轻松 走吧 走吧 所以你能感觉到 我感觉到 荣轩在使劲调节奏了 真的这个男的真的太紧张了 我反而有点担心 当然可能他期待太完美 他对自己太大的压力 就造成他紧张 但是太紧张了 我就有点过头了一点 不像是跟路生活那么久的男士 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应该是反过来的 因为女生可能不要情绪化 男生会跟他说你放轻松 放轻松 你不要这样子 我觉得掌控情绪 我希望男人更强大一点 这样才会让女人可以依靠 我觉得男生现在担心的 不是那种犯足不足的好的问题 我担心他在乎这个结果 他情感纠结的这个更重要 我能不能跟你起手交往 就看今天再次一举了 所以他这个的负担一重 他的情绪就受到影响 我觉得是这个 没有感受到我的紧张 我感受到你的低气压 那个负面的情绪 有吗 因为他们不是说如果要 这好像是男生耶 抓到女生的心不是要做那个 要抓到他的胃吗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好吗 我就不用了 我很好解决的 我会知道我自己会 给自己压力蛮大 第一次给他做 不像要搞坏那个事情 所以会给自己压力 为什么你会想到要我去做菜 要给我压力 这样会有加分吗 然后会影响明天的结果吗 也许吧 我很喜欢会做菜的人 你可以帮我研究这个怎么开 我养的女人 对不起 我在思考 对不起 就又是我们说的动作有点变形了 对吧 是因为在乎 对 他很明显很在乎 多于在乎 他就会出现这些 同时呢 他对任荣轩是认真的 我是很看好了 还是看好的 但是我很担心太完美 这个会影响到 我女儿的心理的状态 对她的评分的状态 什么时候该有负面情绪 对 什么时候不要有负面情绪 感染到别人 感染到别人 好好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段恋爱 是 请三哥做好准备 哈哈哈哈 上个星期 三哥 不是特别满意 哈哈 不是我我们现在就是 先问死下 对对对 因为后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都看完了再看 哈哈对 大家看一下三哥三哥是别动 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就这样别动 来这样注意啊 别人家的闺女出来 三哥都是这么看 终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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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嗯 早点回去吧啊 拜拜今天一天很开心 谢谢你 我也很开心 干了也对我没有干过的事情 拜拜 好 下次见 嗯 早点休息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也开心 你今天那个我帮你拿了个筷子 你看一下 红 原来是红包吗 这个就很精致了 这个鱼你约会的男生 这个鱼写的跟马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虽然是我比较欣赏的那种类型的男生吧 比较男生的男生 对 个性方面 他比较那种 温柔的坚定吧 哈哈哈哈 的那种 哈哈哈 又要温柔 又要坚定 父女两个的观点是一致的 瑞子 在老师位置 今天怎么那么冷啊 这衣服太小了吧 啥都没撑起来 这男的看起来很有型 这男孩长得好看 这个男的就拍照片的 有个相机的嘛 但是长得挺清秀的 但是这个也是书卷气很浓的那种 这个是你写的对吧 是我写的 你好 你好 走走走 我们我们在那边 啊 那边 对 是个帅哥 他是当场进去最亮的那个仔啊 眼神跟我是可以对上的 我知道肯定是他 我觉得这个节目吧 反正是我觉得 是一个挺 挺神奇的节目吧 就是会让你在 你会跟一个就是可能你生活中 跟不可能接触到的 就是朋友 就是人吧 然后进行一次这种就是接触吧 这种零距离的接触量 那是模特吗 不是 那是运动员 游泳队的 游泳队的 对游泳队还真不了解 游泳队 是吗 那在 挺火的 是在就是那个新闻的那个什么 洪荒之力 因为我好像之前有没有 特别像这种这种类什么什么什么 我感觉可能会发展成像哥们 我感觉可能 就是我 真的很怕对会发展成像哥们一样的这种感觉 这种现在就很 就很能很快能聊得特别烂一点 他们俩穿着同款大衣 对啊 情侣专业的 你喜欢吃什么 其实我都不挑了 我其实是吗 对 特别好养活的那一种 是吧 我可能就吃的 总是希望能吃到点好吃的 其他都还挺随便 这个小兔子就很可爱 照片拍的也很好 但是后来稍微有一点黑 没关系 因为他那个什么 那个闪光灯的问题 没有 我感觉拍的很好 你看就很有意境的那种感觉 我以为他是会一个是一个比较刚的男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见面以后 他是一个这么的诺压的男 三哥 有点柔弱是吧 猛不丁这么一看 我也比较到无所谓 我们要看内涵吧 我不相信 你是哪里人 我是西安人 我觉得那个城市也是一个就是 一走进一走到这个城市里面 就有一种很 很有历史的这种感觉 对 而且西安小吃什么 吃特别多 对啊 又吃什么肉夹馍凉皮 好 你会做菜吗 嗯 会一点点吧 嗯我也就一点点吧 做一点家乡的 口味的吧 就反正和我们自然很炒 那你是做肉夹馍吗 肉夹馍真做不了 肉夹馍真做不了 那个 还有难度 这感觉蛮好的啊 一看就是两个文化人在救人 你叫两个文化所以我不懂 什么两皮啊肉夹馍都吃的文化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觉得这是不是傅然会喜欢的类型 呃 不一定 不一定是 为什么不一定是 他喜欢的类型应该 还要再阳刚一点吧 就是男孩的主动型和被动型 你觉得小夫会喜欢那种型 他应该喜欢男孩主动一点的吧 他应该会喜欢被动型 因为他很主动 不是他他他这个主动我知道的 他很会为别人考虑的 他怕别人会很尴尬 怕冷场 嗯 偷偷观察 嗯 我真的很淡 我没喜欢吃动口味 嗯 这挺淡 嗯 好像 那种盐味都没有 嗯 我看还不如那么 我比较还是麻辣烫好吃 嗯 那些人特别能吃辣的 能有什么吃辣的 能有什么吃辣的 你有没有想过 觉得我是一个什么职业的 我正想问你 你是你是一个做什么的呢 你猜一下 你感受一下 我应该是哪一个大类的吧 猜不出来 你给一点提示吧 影像吧 跟影像有关的 你总不会是摄影师吧 哈哈 就是摄影师 那你做摄影做了多久了 毕业了做两年吧算是 然后就一直在做 哇 我觉得会摄影就好厉害 因为我一点都不会拍照 嗯 可以我先 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相机 都会焦焦焦焦 这个机器等会可以做点身 给你开一张 哎呦 这么专业 你专业 我这是什么 登月 阿波罗当时那个登月 美国他们登月 当时就带的这个 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就这个牌子了 对但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们可能登月 就还是有一种特殊的 就是改造一下 对然后做一下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小相机就特别 这个 这个 一般不是我们那种 是胶片都是 哈哈 觉得他都困了 他的创始人吧 然后本来原来那会儿都是那种 不是把头一蒙 然后特别不好带 然后就觉得 他就研究的是那种小的 其实应该算是拍电影的那种胶片吧 都在讲摄影 全部都在讲摄影 然后我能看得出 他的摄影师还是比较沉迷的 他讲的时候 其实是感觉不到有别人的 感觉我对他的了解 也真的是就感觉他是个摄影的 然后很有艺术的细胞 然后人非常的温和 然后就没有了 空白 尽量地展现自己的 以这种优势啊 长处这样的 然后去 去展示自己吧 人拍照是挺好看的 那啥好像有雨啊 零雨头会粗的 真的 我今天就冷得呼出来都有白气的 真的 我也会披这个大衣 他又说冷 他又不把这衣服穿这种 我看看在这儿 这儿有没有感觉 肯定拍一个照片 那我戴个墨镜啊 这显得我比较帅一点 高冷一点 好 好 好 三二一 对 对 没关系 我可以一直再来这儿 好 好 好 三二一 对 对对对 这张 穿镜头吗 对对对对 好 三二一 还不错的 拍得很有感觉 对 除了拍照呢 还想跟他一起做一些比较适合 约会的两个人可以 参与进去一起做的一些事情 什么是先放这个 先放石子吧应该是 最底下 对对对 对 你要往里倒吗 应该是这个吧 插一下 插一下 有种在烧菜的感 方便一点 我就插不起来了 都好吗 来 嗯 然后是土吧 嗯 还是青蛇是什么 应该是土 我们来把土一盏 这个得 这个得要用蚕子 打了丽莎 丽莎一直在这头疼 哈哈 哈哈 就是人家做那个微警官的时候 你就开始揪自己 为啥 哈哈 哈哈 我很难够 哈哈 你说你说你说 我们听一下女性视角 我觉得微警官不适合傅远慧 和傅远慧的性格一沉 都就打碎了 哈哈 我就觉得 会拍照片的男孩挺好的 一定要把这个优势 表现出来 比如说你看到下雨 男生背一个大包 里面自己给准备各种各样的道具 我心里面想好 今天要去的第一个地儿是什么 第二个地儿是什么 第三个地儿是什么 然后让他在每个地方 都能有好的照片出来 这会感动 可惜 他最起码我知道 他最起码要崇拜这个男孩子 好女人 我就想跟他玩一些 吃 给你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一脸嫌弃 非常的妞美 嗯 然后 他铺点这个 把他这个根盖 一看就是 两个人很文静的对吧 蛮好的 好前面在 撒点什么粉什么的 我们咱的蓝粉吧 假装他是 一个湖吧怎么样 就你看 这就是一幅画了你知道吗 有艺术感吗 有有 特别大位 我觉得这个就 就是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温和 然后比较内敛 就是一个 就是那种涓涓细流的那种很君子的那种感觉 通过今天的接触呢 我觉得复原会是一个很乐天派的女生 活得比较潇洒 然后在下一次约会呢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不一样的感觉 这样 三哥 这两个 成功走到一起的概率是百分之 他们两个的 啊 概率啊 概率没有概率的 这个不可能概率 不可能的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不合系的 人家小郭看了 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能不能围满一下 张老师 那你觉得他们俩在一块的几率有多少 基本上没有 哦 张老师说的 哈哈 我们全面说的都掐掉 哈哈哈哈 哈喽 嗨 这么呀 今天就很舒服 这个小伙子就很人气 你知道吧 哎呦真的啊 嗯 文气啊 对他是搞艺术的 哎呦 摄影师 那就说 还愉快的了 愉快的主要是他不累你知道吗 哦不累就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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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你好 这一下子 一下子我身体高 热不热情 哦明天的话 有咱们两个正式见面 哈喽 哦这是换了一个人是吧 你另外一个 哈喽 直接直接就开始了吗 我本身就是平时比较冷的一个 那就是需要像我这样比较热情的妞 啊你当过兵啊 对啊 啊 可是刚刚五年退伍 五年了 来了来了来了 男神呢 对啊 哎呀 哎呀 这个很好 职兵 他当的是职兵 这也许就是真正的男子汉吧 我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 他是我欣赏的那种类型一招吧 就是碰到这样子的男孩 我才会感觉我是个女孩 哎老啊是不是 一定要男孩主动的 你看你看兴奋了 现在兴奋了 所以下周 啊 您再您再崩一周 下周我们再看看三哥是不是还能 这么淡定 淡定 心平气和的坐在这 那应该更加淡定 那不一定 他碰见自己喜欢的 不一定 当爹的 看到女儿手足无缩的时候 那个心里的感受不一样啊 哪个爹 都别放出狠话 某不丁突然看到什么 马上牵手 那我要做外偷了 哈哈哈哈 有点快啊 有点快 这个接受不了 这个接受不了 哈哈 好接下来的第四对故事 那就是沈崩晨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乖你第一次给我做节目的时候 生年期的吗 记得啊 哈哈 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晚上出去吃饭吗 记得 你一直在吐槽你的前女友 哈哈哈哈 这不能用吐槽来形容啊 我印象 这是来分享 紧张是吗 没有啊 哎我们好酷啊 我聊的都是 前女友 各位你是我唯一没有吐槽过的男朋友 那你可以吐槽一下你之前的吗 不行 但你有些事要记得很清楚 比如你的前女友 哈哈 那我现在也很祝福她 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哈哈 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说 她都是两个孩子妈妈 然后我还在 电视上陪着大家一起开心 我觉得我是不是 你要做点什么正经事 哎呦 什么叫正经事 就是好像 家庭吧 开始 抽婚了 哎家庭 喝多了乖乖 各位我不是正经事吗 你是正经事啊 难道你有我还不够幸福吗 你们家沈梦辰刚才根本没听明白杜爱涛的意思 哎 生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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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起来 伸一个 伸两个 伸三个 伸四个 哎 谁梦辰没没盖得到这个点 海涛在提示暗示梦辰 没有啦 人家是抓到了不好意思表达 对更好更更多的是还没有表达 我还知道你怎么认识你的女朋友的 还在这个话题 因为有一次聚会你看到那个女孩吧 你觉得很漂亮 本来想问他要电话号码 后来就想算了 说如果下次我再碰到他我一定问他要电话号码 结果有一次你那个朋友出来吃饭你就把他叫上了 然后你就碰到了他 对不对 后来我那个介绍我认识他的那个朋友是他的老公 老公 因为你那时候跟他分手的时候你跟你那个朋友说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哈哈哈哈 你怎么啥都记得呢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结果一照顾 就是一辈子 我要哭 乖你怎么哭了 乖我们没有聊到我们的事哭怎么聊到 真的哭了 他怕海涛也把他偷付给朋友 啊 海涛也哭了 我一哭就要被黑 哈哈哈哈 不会不会 我不哭也要被黑 哎呀算了算了管他呢 乖 乖你怎么这些都记得呢 我们为什么要要你的钱里有人 然后聊哭了 然后聊哭了 这很奇怪 这话风好像不太对吧 哈哈 我感觉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好奇怪 跟你咋了 不知道 你怎么感动呢 这是感动吧 全女友感动了 不是感动 是什么 酒喝多了 祝福 感谢 感谢 他看到这段也会哭吧 莫名的就是觉得那一刻就很感动 因为他说他让那个他好朋友给他照顾好他的前女友嘛 结果一照顾就是一辈子 然后就嗯 戳中那个点 突然有一丝的 感动 我记得你前女友要结婚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 你那天心情贼不好 我还在说很难题这个事 说生小孩的事了 要求婚吗对 我那天在三亚给你打电话你 嗯 嗯 为什么还记着这些啊 不知道 你那天是不是贼难过 紫菜包面你要吃一个吗 不要 哈哈 那天你是不是贼难过 后来我也觉得你可能心情不好我也就草草了事的挂了 乖 嗯 你前女友现在还跟你有联系吗 哎呦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二哥 你也快看不下去了吧 哈哈 哈哈 你知道把我笑的我眼泪都出来了 我之所以笑的眼泪出来了 就是真的这片怎么也翻不过去了 这一宿了 对啊 这回到我以前讲过的话题嘛 嗯 就是你女孩子全永不能讲真心谎 他永远是他心里在看 什么时候发出不知道 我借这事我问一个严肃的话题 情侣之间到底要不要保留自己的秘密 要 要是吧 对我们这一代的男人一定要 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秘密的 我觉得我没有 一点秘密也没有 嗯 你对老公一点秘密都没有吗 那你怎么知道你老公对你没有秘密呢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有感觉的 我觉得我很我对他很透明 我可以我可以接受女人对男人没有秘密 因为这女人的心是柔情的 柔情是谁 但是我绝对不相信 男人对女人没有秘密 哦真的吗 我觉得你马上问张老师看看 你马上问张老师看看 你马上问张老师看看 看我对我老婆一点秘密也没有 你少来了 你少来你少来 你少来 他对我有秘密 三哥三哥 三哥这样 你接着趴回到桌子上 你不要突然起来啊 哈哈哈 你突然起来这么明目张胆的撒谎啊 哈哈哈 过分啊不重要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 对对对对 来 你跟你前男前男有有联系吗 有 有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我妈生病的时候 她说要过来看一下 没来 她怎么知道的 她看我发朋友圈 跟她说不用来了 我已经看完阿姨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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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我们的聊天方式好特别啊 乖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你说 有一次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你突然给我冒出一句说 干嘛呢 在这儿演戏呢 不给谁看啊 你咋想的呢 乖你是不是黑我啊 你敢说你没说过吗 不可 快点 吓死我 你起这个范儿 我就有点害怕了 太气人了你 你有的时候太气人了 我气人 那次是明明你 不是 我是我的点在哪啊 因为我现在还记得呢 月虎那次嘛 对吧 我本来 就是一年你说能见到几次 是不是 就是可能你不知道啊 就是我见你之前 我还是有很多设想的 或者是一曲吃点什么 对吧 或者是什么陪你回个家 放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干嘛 然后结果 我 见到你的时候 你总有事总有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忙 就你说要忙大家都忙 是不是 但是我看见你的时候 我还是就是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见的太少了 对 所以才会有一些碰撞 所以我觉得像大家的生活中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看怎么把它沟通好 因为每个人想法都是希望双方好 其实那件事情特别小 是在于说我们两个坐在一起 点我们喜欢吃的菜 点我又知道你最近喜欢吃什么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这里我也担心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们先见面的时间啊 几乎是一年一个月下来很少很少 就是我怕他们呢 接受的时间越少 几乎产生一些误会和矛盾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 有所以我这么多年没有拍过戏 我嫁给他那一天起 我就退出来了 我只是偶尔演演话剧 我为那个丽莎姐点赞 这个也就是梦淇 为什么海涛向她求婚也好 还是那个全民吹婚也好 梦淇一直不敢答应的问题 他也想找到你成家 两个人在一起多好 但是一旦成家以后 就面临着具体的事业的责任 我家人的责任跟事业的问题 二哥你想过这事吗 假设啊有一天他结婚了 你当爹的你什么态度 我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他们成家了以后 这个需要生宝宝 这个梦淇要放弃一段这个工作 那肯定要 这个是肯定我要支持的 之后就是在很多方面 这个还是要以海涛 以男孩子为主 在外面这个工作 梦淇照顾在家里的情况下 能工作多少 要纪念工作 但是不能不工作 不变成主业 我不赞成当全职妈妈 或全职太太 可是沈爸爸 就是当你退出来一个大部分以后 你还有没有工作不是你说了算的 如果孟淇他现在退出来说 这个主持太频繁了我不做了 未必下一个主持他还有 其实有时候在我们家聚会 都是小冬的各种朋友去我们家 我仅仅是顾小冬的太太 在那一刻 其实我是真的是很失落的 也许我们曾经是一个学校的校友 都是我的师哥或者师弟师妹 但是我相信你的快乐 他们不见得会有 你的家庭的快乐 你的孩子亲子的互动快乐 他们一定没有这一块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必须得面对 必须得面对 而且很残忍 这就是生活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就要承担不同的责任 对对 谢谢好吧 最后就写 好 你别喝多了 喝多了没意思 没意思 你还咋有意思 不是你喝多了就赖了唧唧的可烦了 我怎么就赖了唧唧 我现在隔这远 乖乖我喝多了 你要照顾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乖乖 哈哈哈哈 把今年的哭完了之后就是很坚强了 我已经哭完了 咦 怎么说说小眼睛又联眼了呢 小眼睛 小眼睛 他有一次 好看他说小眼睛 小眼睛 我为什么之前有一时做手术你不在我身边呢 乖乖 那次我真的我真的请了家 我真的请不了了 你问问就是我身边的人 你问我助理 你看吧也是工作吗 对 对对 这个也是 擦擦小眼睛 快来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做完手术的时候我动作都不敢 录台里节目 然后又在拍戏 但是我就想看见你 我知道 好大 我只要没拍了我只要休息了我就赶紧视频 我看你啥状况是不是 我打完麻药一直都在说英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 感觉灵感来了 哇 英文说贼六是不是 哈哈 为什么打完麻药一直说英文 刚从英国的游学回来 都是 说的都是 伦敦式的 伦敦枪 哈喽 哈喽 吵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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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伦敦枪 我之后就是好多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吓死我了 只记得回家的路喝 和你 漂亮漂亮漂亮 那能原谅了吧 不行 还不行 嗯 那要怎么怎么 这事我得说几年 都我忘了我就不说 那有难 你这辈子可能都忘不了 哎 他们两个这个 这个聊天聊的 都往对方的死穴上炸呀 哈哈 他非常介意这个事情 如果我走了就是 所有人就开天窗了 我也很很难过 我平时 我觉得我都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对 但是比如说最需要帮助 且虚弱的时候 我就特别希望 我身边的人可以在 我觉得这是我最想表达 而并不是说想 责怪这完全不存在 我只想用这样的方式 就撒个娇的方式 告诉他说 其实我挺需要的 那一次是海淘受了伤 所以孟臣那个时候 他去确实请了起指甲 没请掉 孟臣为这个事啊 一直很内疚 所以我通过这件事 我真正理解了 你们圈内疚有一句话 戏大于天 哎 大家这么说二哥 海淘现在是撒娇 用这种撒娇的方法 把这种情绪沟通出来 对对对挺好 挺好挺好挺好 因为我就怕打劲 然后我胆小 然后我只觉得你突然 就是比如说我睁开眼睛 或者 就是我能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啊 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就是 就是这些我又不跟我妈说 你知道吧 就是他他心比我还重 就怎么样啊 就是怎么样 怎么怎么 就是我觉得他们 不不必要知道这些 但是 我就想让你知道 就是跟我妈就是所有的痛苦 都非常让他知道 因为他会把我的痛苦 放大十倍 但是跟你说呢 我就是希望你可以 把我的痛苦放大十倍 因为我觉得我就可以感受到 百倍的那个关怀 就是这个感觉 好娘啊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啊 哈哈哈哈 小工具啊 嗯 嗯 好 可以 这个我我我支持的 海涛 海涛也是一个非常孝敬的孩子 是 他不让他爸爸妈妈 也不让我们担心 当海涛他 不好把这个不好的事情 告诉我们的时候 在他最痛苦 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 当第一眼看到的 还是他最心爱的人 嗯 最理解他最最 理解 理解 但是我觉得以杜海涛的偶像剧情节 哈哈我认为 这天晚上不应该这么安排 就是他应该还憋到 他有大招 他也应该有大招 喂 啊 是放烟花是吗 啊 这是海涛买的烟花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每年每年长啥都会 他给他设计的是这个 对对对 我特意给你点的烟花 这么远 我看不到 哈哈 你确定吗 快我给你点的烟花 结果 太远了 太远了 看不到 哎 我们可以这样 来 我喜欢玩这个 对 你还是喜欢这样浪漫的 亲女赛花 快 快好浪漫哦 快点我们今天是情侣山 开心吗 开心 呜 呜 冰湿暖暖的 漂亮 是吧 这也没出墙真好 帮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情好吗 好 我们就在这个明火这许个院好吗 好 2019年 1月1号 许下各自的心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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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挺好的 和他们两个人一直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 利用这么一个跨年的机会 对 大家开诚不公 把心结打开来 那是重点 把想法都说出来 对说出来 对这个是好 不求真的说出来就把问题解决了 但是把问题都摊在桌面上 总是好的 但是我我期待她惊喜没有 嗯 嗯 嗯 这不是我期待的惊喜 妹妹妹别着急 别着急 谁听下回分 我觉得在咱们节目里面大家都在憋大招 都在憋大招 等到了最后一期的时候不定能憋住什么来了 哇那才真是惊喜哎 他们刚才许了二零一九年的愿望 愿望你们在新年里面对女儿有什么愿望 一直以来愿望就是希望孩子平安健康 我就希望他不要生病 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就可以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 再也就是跟海涛两个这个关系更加亲密 啊今天的这个四位女儿恋爱进入新阶段了 嘉轩把那个栅栏拆了 没错 很大的经历 很棒 好的开端 好的开端 荣轩那儿呢就是以前都特顺 对对 这个礼拜出现压力和忐忑了 反正都特顺 小富呢我们大家看到的是 真病天子好像要来了 孟臣和海涛胎成不公的 把这些年小情侣遇到的问题 小心结 小心结打开了都特别好 每一个女儿都会努力的经营自己的恋爱 目的是知道背后有疼爱自己的父母 不能让父母操心啊 为了给父母交代也是交代 是吧 所以四位 爸爸们在这个演播室里面都非常开心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 记住只有一件事情 认真谈恋爱 好吗 加油 本节目由 欧世曼小白灯透光白亮出来 独家冠名播出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女儿们的恋爱热点话题讨论 说出你的观点 再次感谢丽莎 也感谢三位爸爸 谢谢 下周希望有更多的暖心的爱情故事 给我们惊喜女儿们的恋爱 你们要一起握住这个 一起握住这个 这样啊 这样啊 诶 主头握上 同心协力的感情 今天藏老师要过来微服司法 哈哈哈哈 你今天要做几个菜 香肠 腊肉 我觉得鸡有点复杂 不 我要挑战自己 我设定的那个美好画面 淘霸 淘霸一推开门 桌上就是满汗全息 直接放下行李箱 就可以直接吃饭了 我记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 你当过兵啊 对啊 男神 这也许就是真正的男子汉吧 他超出我的预期 跟我想象中就是优秀的男孩 对很多的特点都是符合的 那你见过他之前的女朋友吗 哈哈哈哈哈哈 要命 有喜欢我吗 都有点紧了 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压力 我一个人你可以帮帮我吗 你可以帮帮我吗 我真的一会儿搞不完 道解耗在干嘛 我真的不是来跟你演戏的 我工作就是在演戏的 对啊 所以你一定是很会演戏的 奇怪 又怎么要一直质疑呢 他很生气啊 他人呢 人呢 我一个人还 还傻啊 你不要哭啊 给我啊 对自己压力太大 造成我女儿很大的压力 对 好残忍啊 这个比辱形势里面 还有那个残忍 真的好久迹 我真的没有答案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明年该怎么办 真心不知道 我下次再见 我没有想到你 你来 真的 你想我 你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